阿丽莎小姐 你好 你好 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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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这边请 你怎么才能见我呢 简单 你不是粉丝吗 给你偶像多花点钱啊 好 那我投资这家公司可以吧 不要开玩笑了好吗 请你出去 麻烦你把这张名片 交给你们公司 可以谈投资的人 就说是艾丽莎委托的 等一下 我去跟社长报告一下 雪姬 你说什么 什么投资 我之前不是说 想开一家经济公司吗 就当是投资了 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 是个叫艾丽莎的年轻女孩 这是美国一家 很大的投资公司啊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我们是殷华娱乐公司 因为有位叫艾丽莎的小姐说 有投资我公司的意愿 我想打电话确认一下 艾丽莎小姐 你好 你好 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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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这边请 慢点 你们是不是有个叫 故事一的男伙 又出道了呀 原来您对 他们那个组合感兴趣啊 不是呀 我只对故事一 一个人感兴趣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我们继续谈项目合作的事情吧 好 艾丽莎小姐 我以后我可以经常见到故事一了吧 实在不好意思 去法国的事情 处理得怎么样了 嗯 处理完了 哦 对了 我还去了一趟大峡谷 我 觉得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 留下来的东西 格外珍贵 顾世一 顾世一 如果你能活得跟他们一样久 如果你能活上千年的话 你想做什么呀 我不想活那么久 独自一个人活在世上 应该会觉得很孤独吧 但如果与爱的人 其实只要在一起一天 也抵得过孤独的上千年吧 小鸡 你看 好漂亮啊 嗯 楠善 如果你能活上千年的话 你想做什么呀 我不想活那么久 我不想活那么久 请不吝点赞 好 Hay 今天怎么回事啊 像你这个样子将来正式登台 肯定要出问题的 对不起 昨晚没有休息好 你们大家都休息一下 你本身的资质是不错 公司也在重点培养你 但是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差强人意了 你刚刚出道 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别自毁了前程啊 休息一下 半个小时以后继续 这几天状态不太好吗 对不起啊 这几天睡眠不好 状态也不好 我会尽快恢复的 失眠是因为生活被人打扰了吗 不是 有些人的出现 你真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过还是好好坚持练习 准备出道吧 花在你身上的钱 可不能白花 希望让全世界的人 都看到你这张脸 张敏之日是淋巴癌晚期 医院的治疗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救治 听医院的人说 他对自己的病情非常理智 直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就提出了出院请求 说是在剩下的时间里 到世界各地转转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三天前去了您所在的城市 知道了 他出现在那里 会不会对您有影响 没有 还有其他事吗 那些账目 小姐您过目了吧 那些事你操心就好了 是的 小姐 你们是谁 你们是谁 我家里很穷 保家我没有用的 好 好 所以您和爱丽莎嫂姐一起住了四个月 是的 但是现在是不是应该先表明 那边那位是谁啊 那位是敏夫人 跟爱丽莎小姐的父亲 有很亲密的关系 现在想要联系爱丽莎小姐 但是音讯断了 所以想要电话号码吗 那我给您电话号码 不用 以许这样 请问您方便现在帮我们通电话吗 打电话 好啊 喂 雪姬 嗨 爱丽莎 你是谁 我叫阿敏 还记得吗 我想见你 地方由你来定 任何地方我都会去的 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你的事 告诉我身边的这位女生的话 你就不要想着 再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希望能和你见一面 你真幸运 能和雪姬这样的人 交朋友 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 对不起 要不现在送您回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 如果以后还有事情麻烦别人的话 就不要用这种方式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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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江淮 怎么突然来接我了 没什么 就是想跟你随便散散步 走吧 那个老婆婆 她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她说那话什么意思啊 而且她为什么想见你 然后你又不想见她 有什么事 是不能告诉我的吗 她呀 是我养父的一个朋友 上辈子的恩怨呢 我不想太理会 我是你朋友 我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的 但我想知道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想知道你有没有遇到麻烦 怎么突然这么爱我了 这次有人扣下我 逼着见你 心里感觉不是很好 我很害怕你离开 江淮 你有什么愿望吗 什么 你之前不是说想谈恋爱吗 现在这个愿望 应该已经实现了吧 没有 我和春山不是那样的关系 哎呀 好啦 我又没提春山的名字 那个愿望呢 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所以你再重新想一个吧 我帮你完成 为什么你总是问我愿望 可能是看在 你那么舍不得我离开的份上吧 我就随便问问 你要想不出来就算了 机会周一次哦 你一直这样说 就好像你是我的精灵神灯一样 我本来就是你的神灯啊 记忆中的阿姨 也就是你妈妈 跟你说的话一模一样 是吗 怪不得别人都是我跟我妈笑呢 哎